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张青姐 有这种消息的话不可以再说你知道吗 我不会听到的 真的 真的 我那时候就是 我总说 如果没有宝宝的话 我就不用忍受 跟他父亲的婚姻了 他就没了 我好想他呀 我没有他的日子 也并没有很好过 什么感觉啊 一个生命在肚子里慢慢长大 是什么感觉 很神奇 你能慢慢地感受他的心跳 他分身的频率 他会拿脚踹你的肚子 就像敲门一样 咚咚咚跟你说 妈妈我要来找你了 可是我从来就没有想过 成为一个母亲 我害怕成为不了 让她满意的那个妈妈 然后我们就彼此讨厌着 度过了一生 我失去了孩子 离了婚 一个人来北京 在来的飞机上遇到了颠簸 我当时就想 如果我有个孩子 那我此时要是没了的话 孩子可以继承我的遗产 呸呸呸 好像你有遗产似的 我认真的 张静静 你仔细想想 很现实的问题 你辛辛苦苦 拥有的这一切 万一你有一天要是没了 给谁呢 父母有彼此 你爱一个人 很快会爱上别人吧 歪门邪书 按你的意思啊 生个孩子 就是为了将来让他继承遗产 还有长长久久地记住我们吧 最重要的一点 我爸爸说的 生我养我 是为了让我来体验 这人世间的幸福 人世间的幸福 那你幸福吗 今天不太幸福 但我相信 明天也许就会很幸福 我 赵总 坐 赵总 唯一派虽然有雄厚的资金 和完整的国际化的供应链 但是要想实现本土化 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就像当初进驻 中国市场的国际建设 没有摸清楚 中国客户的消费习惯 而我们的互联网 求快 求变 求新 我们的反应速度更快 我当时很清楚 你们的优势 不然就不会投资了 如果您清楚的话 就一定会知道 我们繁星未来的潜力在哪里 如果有朝一日 我们可以成为 这个行业的独角兽 那么我相信 繁星所带给您的回报 一定会超过您的想象 烧钱的熬战 费时费力 风险一不可控 再加上 你和苏毅 心不齐了 其实这些我都有想过 为了配合现在 短视频和直播的风口 我觉得未来的繁星 应该是多管其下 我会立即开创一个 针对用户的繁星视频 传达分享 再结合我们线下的 实体概念店 共同打造 喜欢就穿走的线上线下 交互共享的新模式 听上去 是个竞争路子 赵总 如果这一次您可以站在我们这边 打消所以他卖掉繁星这个念头 未来我会慢慢说服他 让他推出繁星 我相信繁星 一定会在这个领域里大放异彩 甚至咱们有机会走到国外去 许阳 和你签一致行动人协议 是我最后一次无条件相信你 反正现在卖的对我来说收益不大 我希望你有一天把蛋糕做大 让我多分一杯羹 当然 王峰 你们速度有点慢了 我等不下去了 公司这样拖着也没办法进展 也是在浪费我的钱 你那边要是不行 我去找其他买家了 苏总 我正在跟总部沟通 你知道国外的公司留声长 但你别急 这周就会有答案的 怎么不敲门啊许总 总是赌不到你 没想到你在办公室啊 聊聊吧 你到底想干嘛 下周吧 下周等我的想法清晰了 我会在股东大会上通知你 不用了 我 郝总 赵总 我们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 也就是说不管在股东大会上 你发起什么样的提议 我都有权利反对 而且我代表的是 郝总和赵总的一致 我们三个人 可以反对你和老苏总 我都不认识 许耀 你在背后搞拉网解盘算计我 要是没有我 没有我爸 你会有今天吗 如果我真想算计你的话 我不会在今天 拿这份文件给你看 正是因为我当你是朋友 当你是合伙人 当你是老战友人 所以 趁早收手吧 好吗 大家还是到了 撕破脸的时候了是吧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和老苏总 所以我不想撕破脸 这样 咱们谈合吧 你给我一年的时间 我只需要一年 你让我把繁星做大了 到时候我回购你所有的股份 而你就可以全身而退 你还想让我出局啊 凭什么 我以为你不想跟我共事啊 对啊 我不想啊 但我也不想把公司共手让你啊 MIT Riot 哥 哥 内容 医生 乖 你给看看 他突然发高手说胡话的 这 这是怎么了 薛瑶下来了 准备急救 江岸 你赶紧给月老打电话 所以 既然这样 那就让我们用商人的方式 和平分手 江岸 又要接电话了吗 我妈安心 别着急 我打着呢 我怕她伸不住 别请 别请 喂 喂 徐药 喂 喂 你冷静听我说 叔叔病危 事发突然 我们没办法再买病了 不管公司那边的事情怎么样了 你马上去机场 把最近的号码赶回来 快回来 快回来 没有 徐药 你说什么 我把病危 我现在没办法给你解释 好 你快回来吧 我把这个工作人都放在那里 你还没办法 我一直很是想要 你去吧 你还没办法 我没有办法 你能不能再冒 在医院替你照顾她 你手不疼啊 苏伊跟王峰打个电话来 唯一派的王峰 他要把烦心买给唯一派 这个时候了你就没管了 我们三个现在不同意 他也没办法买 这段时间 帮我定请了苏伊跟他爸 有什么动静 马上打电话给我 你走多久 不知道 怎么回来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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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爸 你 您怎么来了 我俩陪陪你 爸 我没事 挺好的 不要懒过 我知道 你不难过 我就不难过 我没事 那就好 眼中就是这两天的事 直到你在忙着说服赵总 我怕你两头补不上 结果今天早上突然发高烧 给你带电话的时候 我真的害怕 我害怕你赶不上 你一定会怪我 对不起 和他们一起骗了你 我还什么都没做呢 我答应过他 要给他买大房子 我要给他买电梯房 我什么都 我知道 我知道 我都不露了 您怎么看 你怎么看不下心 你怎么看不下心 那只能给你赴帮小 need 你让你赴什么 你手 你从门思考上 notify你 我来得下心 你这些故事 我来得了你 苏涵 还咳嗽 不会吵到你吧 你打你的 你越打汗我心里觉得越踏实 我还记得想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我做梦 梦到你在工地上被砸了 那给我吓得 半夜流到你房间来睡 听到你在那打汗 我就跟我自己说 我爸没事 我爸好着呢 后来就在睡着的 我老了 早晚是要走的 你啊 不要害怕 也不要睡不着觉 爸 爸 爸 我 我打呼噜了吧 是啊 你打呼噜了 呼噜打得老响了 打得我都睡不着 那 那你快睡吧 我不打了 你打你的 反正我也睡不着 我守着你 好 好 好 这是他说服赵总 站他那边做的经营计划 结合短视频直播风口 和唯一派做业务区分 赵总看到的潜力 是不错 可以保留 就按他部署的这个模式去做吧 他爸病重 我总觉得这个时候下手 对他打击太大了 他走了这么多天了 公司的事情他也没法过问 既然他身为首席总裁 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 那就由你来全权接手吧 公司的章程上不也规定了吗 无论他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无法决策的时候 你有权全权代行职责 什么意思 先不管是否卖给我一派 我问你 将来让你跟许儿一起来 经营繁星公司 你能接受吗 那要么是你离开 要么是他离开 你怎么选 他想让我推出 可是我走 我不甘心 我不走 我也不快乐 既然他想让你离开 那么我们无论如何也要让他离开 别心软 别犹豫 这个人不识好歹啊 总是让我女儿哭 我现在很不喜欢他了 得让他长点记性啊 接下来两条路 看我一派动作 能卖就卖 不能卖你也别担心 咱们留着自己看 你是有降落伞的 可是如果卖不了 把许瑶提出局以后 我担心我没有那个经营能力 独自撑起繁星 不要担心 有才华的年轻人多的是 回头我再重新给你组建一个 优秀的管理团队 对 其实 从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警告过许瑶 繁星能不能够做大 关键的筹码在你 既然他自己 怎么不知道他珍惜筹码 那就别看我不留情了 可是万家赵总和郝尘时 都是站在他那边的 放心吧 赵总也是商人 他一定会站在前那边 至于好诚实嘛 他没那么重要 随着去吧 接下来你就听我安排吧 我还跟家人在商量呢 等你身体好一点了 我们就举办婚礼 你说我要跟家人办婚礼的话 这应该算是二婚了 要不就简单点吧 大家自己人 吃个火锅算了 怎么 不行 不行 你是同婚 你啊 你啊 你就永远站在于家那里头 搞得就跟我是你女性似的 你不是经常心疼我挣钱不容易吗 这婚立刻费钱呢 这个钱 你虚活 行 那我就风光大了 钱那边你放心 苏伊已经想办法把我弄好了 她本来还说要过来看你的呢 对了 她还让我跟你说 你上次对她说的那些话 她已经不生气了 那就好 我在这边呢 工作都很稳定 马上也要结婚了 你就不要为我操心 有时间多想一想 到时候在婚礼上你应该说点什么 好 好 是不是有点凉了 我先给你打点热的 叔叔 好 饿了吧 今天是我妈给你做的鱼汤 她呀 把刺儿都给你们调干净了 我来问你吃饭 吃饭了 叔叔 怎么了 我要回家 你可需要说一说 我知道 这是 没有用 叔叔 医院还是方便一点 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 医生可以马上进来处理的 是吗 对啊 妈 真的到了那个时候 就不要抢救了 没有了 叔叔 你等我一下 我去看看学校怎么还没回来 在想什么 我在想我妈走的时候 我哭了没有 我爸哭了没有 但好像想不起来了 一点印象都没有 叔叔跟我说 他不想出院了 我们给他办出院吧 在医院里呢 总归护理条件能好一点 多看一天是一天吧 出去了回家怎么办 等着 对啊 叔叔说 如果我突然不行了 不要抢救了 需要 要不 放手吧 放手 我怎么放手 你让我怎么放手 他是我爸 在死亡面前 我放手 我让他一个人走 我还没有让他为我教呢 我还没有让他 因为我而想到服务 我什么都没有 我为他做过 是 想看就喊出来了 总比一直没知道啊 我就是觉得 我应该去为他做点什么 是吧 我想为他做点什么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我应该做什么 要不然我不创意了 我就留在这里 留在这里陪他 好不好 好 北京的事情已经没关了 我们好好陪他 一起陪他 எ 松董 蘋冈 那边联系吗 那边怎么样还好吧 不太好 她现在在全身心地陪着她爸 我也没多打扰他们最后的日子 对 家里人最重要 让她安心陪着吧 有事 我想明白了 前段时间是我太冲动了 还想卖个唯一派 多傻啊 不卖了 真想明白了 对啊 咱们以后能挣的钱 比现在卖掉拿得多呀 这样吧 你赶紧按计划 去部署市场那边的事情吧 好几个城市 都等着你去勘察市店选址 北京的店 财务那边马上就批款 因为我拖那么久 对不起 所以啊 你能这么想就对了 需要现在在那边上 他爸就这么一个儿子 他是两头操心 哪能受得了 咱们齐心齐力 让他先不要担心公司 好好送他爸最后一车 赵王 我不管你是谁的 关一金的公司 但你做事情 能不能认真一点啊 不要每次都让我给你擦屁股 怎么了 犯什么错 郝总 也没多大点事 就是他吧 要学习的东西太多 自己又不知道努力努力 我努力了 你努力 好几次在上班的时候 我都看见你在看摄影教学视频 每一次让你做PPT出稿的时候 你都一拖再拖 你拖我 我不能拖合作方样 我还得熬夜给他做出来 还有 对接媒体你也对接不明白 好了 这周五啊我要出差 得跑好几个城市了 就派赵王陪我去吧 我带着他 谢谢啊 跟我下楼喝杯咖啡 谢谢 好 郝总 最近大家都很不安 觉得公司好像快不行了 那就在公司看摄影视频是吗 不想干了 我没有 我就是想在午休的时候 找一点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其实市场部有没有我都一样 就像经理说的 我是关心户嘛 但是我真的有在努力学者长工作上的办事 但是可能比别人慢了一点 知道自己是关系户 就别让人找个把柄 经验不行 能力不行 干不好都没关系 至少让人看你态度 午休也是在公司 看摄影视频 这就是把柄 我知道了 以后我回家看 你说话 别老那么低声下气的行吗 拿出你在酒吧唱歌那个自信来 爱谁谁 天下有我 这才是你们二十几岁年轻人 该有的蓬勃 郝总 我前去工作了 一会儿经理找不到我 又该骂我了 等会儿 坐下 以为你是有点私事啊 叔 许耀不在李念环她就是我妹妹 听说你们俩最近在冷战 你打算怎么办 男人嘛 要有担当 你肩膀要硬 人家才敢靠啊 知道 就是我爸妈太固执了 你根本就不了解 那你自己怎么想的 我怎么想不重要 重要是欢欢的 她太着急了 她想让我爸妈 短时间就改变 就接受她 这是不可能的 她我改变不了 爸妈我也改变不了 我根本就不敢去找她 你说这话就是不负责人 就是逃避 许耀知道她妹妹在你爸妈那儿 受这么大的委屈 你还这个态度 这非跟你急不可 可我也很烦啊 我现在没有能力跟她结婚 她太着急了 你说这话就一点都不负责人啊 当时许耀怎么跟你讲呢 她是不是说如果你跟她妹妹 只是谈恋爱玩一玩 你别耽误李年欢 本来我今天也约她了 你知道人怎么说吗 刚开始工作不想请假 这说明李年欢在努力地长大 她把赡养费给了你 把房子退了 陪你去住那个小平房 和你一起还债 从来没上过班 现在也开始朝九晚五地上班了 这为的是什么呢 难道换来的就是 你现在没有能力和她结婚 吵了架了也不解决问题吗 赵奥告诉你 这次出差至少十天半个月 走之前 你去给她道歉 你像个男人一样给她承诺 告诉她你一定会努力工作 她将来一定会娶她 跟她结婚 并且说服你的父母 我知道了 谢谢郝总 跟光谱的人约了吗 我觉得你可能会想去光谱 这个时候想光谱干什么呢 郝总 我觉得你把我当兄弟 不只是领导对下属的关系 所以有件事我想来想去 还是告诉你 张静姐怀孕了 开什么玩笑 我昨天晚上去张静姐家等李建欢 想接她跟我回家 她说张静姐怀孕了 想留在那儿给她做饭吃 其实 欢欢想劝张静姐把孩子留下来 因为毕竟年纪大了 如果做了手术 以后再当妈妈就难了 你胡说呢吧 你知道我不是胡说 张静姐不想告诉你 可是欢欢想告诉你 但是又怕张静姐知道了生气 那她都不想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你说男人的肩膀要够硬 他们才敢靠 我想 可能张静姐不知道 你的肩膀能不能扛 所以才不敢留下那个孩子呢 温总 案子交给我们 您就放心吧 我是牧名而来 我当然放心了 我看了你们去年 给我们同类公司 做的效果还不错 那今年我们要做得 比他们更好 每家公司我们都会做到 我们的最好 这就是我们光谱 对自我的要求 你说得对 我送你倒地窟 你让我想到了烦恼 烦恼的另一种符号 代表值得思考 还可以更好 不要忘了 你让我想到了烦恼 烦恼的另一种符号 不要忘了 所以你刚才说的最佳生育年龄 也不在我的考虑单身 像我这种三观不正的女人 嫁给谁都是火 会让人断子绝孙的 唉 你听过那个卖火柴的 小女孩的故事的吗 上学的时候都学过 又有一套链 我会想到 这个卖火柴的小姑娘呢 在新年夜里 看到家家户户都团团圆圆的 可是她只能卖火柴 她就点燃了一根又一根的火柴 取暖子 可是最后还是冻死在大街上 但她点亮火柴的那一瞬间 她看到了所有的美好 我刚才在我这个仙女棒的时候 就觉得 你应该就是 那个火柴点燃的时候 我看到的美好 但是仙女棒灭了的时候又在想 那这一切美好是不是 都是幻觉啊 走 回家 我觉得这个城市 就剩下我们来了 挺好的 你怎么来了 我看看 李念欢 新媒体编辑 看得还顺心吗 现在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而且经常被骂 不过我特别开心 我觉得自己终于是个 有用的人了 而且人一旦忙起来 就不容易哭笑乱笑 现在赵跟我吵架 我都没有时间去难过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 现在是四千 等到转正了之后是五千 挺好 她 怎么想啊 你怎么想 生和不生都是她的权利 我怎么想 重要吗 今天早上我经过客厅的时候 我看到她一个人坐在那儿 拿着B超单 她在笑 不生是她的权利 但生也需要你的勇气 她在笑 她很讨厌小孩的 你看错了吧 母性是天生的 她不可能讨厌小孩子 我觉得 她讨厌的 是生下小孩之后 带来的不确定性 长大了 你别乱碰我 你让我同事看到了 以为你是我男朋友 你想断我桃花呀 不在一棵树上吊死了 陈姐姐姐说了 永远要给自己留条退路 那你说她是希望我退呢 还是进呢 进 进 但她都没想告诉我 也没想留下这个孩子 我现在才发现 无论我们年龄多大 无论我们是男是女 无论我们看上去是否强大 你在某一时刻 都会缺少一些勇气的 你看赵王 她缺少跟父母抗争的勇气 我 缺少独自承担的勇气 佳安跟我哥 高自尊完美人格 缺少一些自私的勇气 至于张欣姐姐 我觉得 她缺少打破心理生活的勇气 那你呢 我不知道 你好好想想 不过我觉得 你肯定是个好爸爸 为什么 张欣哥我打电话了 说你来打电话把他冲骂了一顿 你要是生的女儿啊 肯定是那种 教惯女儿的好爸爸 但你要是生儿子 肯定能跟儿子混成兄弟 好说是哥哥 我最近一直都在寻找勇气 来 手给我 我给你灌输一些吧 希望呢 我们每长大一些时刻 都更多一些勇气 好不好 好 好 接了 冲冲冲冲 冲冲冲冲冲冲 小爱最近特别爱吃酸的 根据我的经验啊 她怀的一定是个男孩 我要有孙子了 儿子又怎么样啊 你有事 还不是只找我 对对对 生儿生女都一样 都一样 我想跟你说啊 你弟弟最近知道 在外面好好的挣钱了 他和小爱跟我保证过 以后过自己的日子 绝不给你添麻烦 不然的话 你可能永远都不回这个家 没有 我是今年有事 所以回不来 你别多想啊 你要是有空的话 你还是回来看看新房子吧 你弟弟说了 你在外面住的都是好的地方 所以呢 他们在装修的时候 在主卧里 专门给你装了高档的马桶 和 和那个鱼缸 还说了 等你回来 你住主卧 他们两个住小房间 不用 妈 我回来得很少 他们得带孩子 你就让他们住主卧 跟我客气什么呀真是 芬芬 妈妈跟你说那么多 是想告诉你 我们以后呢 不会成为你的负担了 好好的过 好好的生活 你不要光为了挣钱 你要是 不是 你早点结婚 然后生孩子 好吧 妈 行了 你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 你把我说哭了有意思嘛 这些我都懂 行了 就这样了 好好好 你不聊 我也不聊了 你忙你的吧 自己注意身体 你也是 你也是 过来 我明天出差 几晚一起吃饭啊 我明天出差 詞 柯巡奇 本刘先生 风行 理想 maj ambos 转来遥远的呼唤 月光渐渐蔓延起伏的海面 我的心跳被火烦烦成一段 随着你的出现 深色淡淡天光洪水了一半 心太蓝蓝全世界都在旁观 只有我的脚步 在追赶不知疲倦我的心心念念 I'll say hello The little thing I know I know 不敢开口怕破坏了节奏 我心已失守 I'll say love you The little words I know I know 只怕还没开口就被你猜头 拒绝尽随气候 深色淡淡天光洪水了一半 心太蓝蓝全世界都在旁观 只有我的脚步 才追赶不知疲倦我的心心念念 I'll say hello I'll say hello The little thing I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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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I'll say I know you I know you I know you It's been Tonight, but I know I know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